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与家人朋友会有冲突 我们当如何化解呢 雅各书第四章给我们宝贵的提醒 他告诉我们要得胜分辨什么是骄傲 他提到了教会当中的一个危机是骄傲 而神要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而什么是骄傲人的样式呢 首先我们看到许多人顺着一头的私欲而行 而这个私欲就产生各样的征战斗殴 人得不着是因为不求 求人得不着是因为忘求 在自己的骄傲私欲当中向神祈求 仍然得不着 而淫乱与世俗为有的就是与神为敌 神提醒我们 我们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逃跑 我们亲近神 神必亲近我们 我们要洁净罪物 清洁我们的心 愁苦悲哀自卑主前 主要把这样的人 谦卑的人升高 而接下来我们看到骄傲 在言语上常常批判 论断弟兄的 就是论断律法 自立为神 以自己当神 但要记得 真正的谦卑之道 只有一位神 神能够救人 也能够灭人的神 我们在神面前要何等的战警跟恐惧 而骄傲人常常夸口自己 为了投资规划 明年后年我要做什么 张狂夸口 知善而不惧行 就是罪 就是恶 而我们要看见前辈人认识生命的短暂 我们不知明日如何 我们只说若主愿意 神怜悯我们可以完成上帝的工作 生命当中一个大的破口 是骄傲 这个骄傲就产生了人际的各种的问题 我们里面的各种的黑暗 我们里面的各种跟神的破碎 但当我们谦卑在神面前 亲近神 离开罪恶的时候 我们能够成为蒙神 赐福的子民 我们来祷告 就能帮助我们在人际冲突中 更多看到的是 我们需要上帝的爱 需要上帝的怜悯 更要对付我们里头骄傲的问题 就能把谦卑 福福 做仆人的恩典 给我们 谦卑 在神的面前 逃生喜悦 奉耶稣的名 阿们